人家想跟你分手当然不同意了 我现在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们断绝联系 我既往不揪 我可以以前的事不追究 你既往 他现在你知道吗 什么事都要管着我 你都不能出去 星期六日有时候打视频 只要我不在宿舍 他就疑神疑鬼又质疑我 又说你是不是又跟谁谁谁出去了呀 那谁还没点私生活了 我不是干预你的私生活 你那私生活也太乱了吧 你见个身都要加个男健身教练 对吧 那我健身加男教练 是因为那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一个男健身教练 他加你干嘛呀 那我就是想 加上问一下办卡的事 还没得问呢 他已经把人删了 我感觉那大街上那么多 游泳健身的能不去找 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呀 还有一般男教练 他对女孩一般都喜欢干什么事 对对对对对吧 哎呀 想象力太丰富了 兄弟 姑娘 问你句话 你们俩这样 你能忍得住他吗 分过手吗 一开始没有这么严重你知道吗 不是 分过手吗 分过 而且你知道吗 分手那次 他还把他前女友嫁回来了 分手以后 他前女友来加我微信 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 后来和好以后 我就看他微信里也有那个人 我说我也有 我就问他谁了 他一开始不说 后来他说那是他前女友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前女友 在我俩找的时候 从来没有出现过 分手以后 各种给他朋友出来点赞评论 聊天 你也没闲着呀 我们当时是分手了 而且我加我前女友 就点赞只评论了一下 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也没像你天天跟异性朋友 天天这个过生日 这个聚会的 为什么你们俩分手 你又加了前女友呢 我确实当时我就想气气他 气他 我觉得你很幼稚 你们都分手了还气啥呀 我当时是分手了 但是我觉得 我就厌不下这口气 后来为啥和好的呢 朋友劝他 哪个朋友劝他 好多朋友 就包括他的发小 我们共同的朋友都来劝我们 说你们俩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不容易啊 相互理解嘛 都是异地 然后我想了想 可能也有我的错在那边 我就去找他 和他和好 你去找他提出的和好 因为当时我真心觉得就是 我站到他的角度 我可以考虑到他感受 可以啊 小伙子 但是现在时间长了 我感觉有越来越多的事情 瞒着我 就是不诚实 我给他发消息 有的时候也是 嗯 行 有的时候就 他又不诚实 人家又跟你说分手 你放了人家行不行啊 我不是不放的 这么长时间了 我希望他负点责任呀 要对你负责是吧 啊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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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姑娘 你得对人家负责 我不是不告诉他 你知道吧 有时候是他真的太过分了 啊 删我好友也就算了 嗯 不让我和这个朋友 那个朋友来往也就算了 啊 他现在就是要控制我 甚至管到了我吃饭 该吃点啥 不要吃点啥这种的 吃饭和不吃什么 这个是你的选择 我只是建议一下对吧 这个我没有错吧 咋管吃饭啊 那么远 他每天都会是两小时打一次视频 中午十二点刚好下课 还没等我去买饭呢 视频电话就过来了 啊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我说我还没想好 你是不是又想吃米线呀 啥啥啥啥 我告诉你啊 吃一锅米线能于吃三个塑料袋 你可不要去买啊 我有的时候就是闲着不了 我只是找个话题 我只是看有些段子上 你咋那么闲呢 你没事 你不需要吃饭啊 我也需要吃饭 我就想起来他呀 哎呀 太紧张了 这兄弟 那他除了管你管的言 他有什么优点吗 好像目前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他除了管你管的言 没有优点之外 他有别的什么缺点吗 他给不了我信任 一点点都不给现在 就比较大男子的主意啊 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特别和你讲理 讲到你 对不起 我错了 这种 他就行了 如果不这样不行啊 你是铁心要分吧 分 铁心不分是吧 我不想跟他分 我希望这一年多 对吧 他负个责 对你负责是吧 对这段感情负责 也不只是对我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呀 不是 他 你 哎 哎